民国第一名媛 财女陆小曼 试之 北京城部可不看的风景是什么 当然是陆小曼啦 陆小曼出身名门 长相甜美可人 精通英法双语 办过画展 写过话剧 甚至还会唱昆曲 平时无聊 写训而已啦 人设完美 但陆小曼的爱情均一波三折 十九岁奉父母之命 与王庚结婚 但王庚不懂浪漫 一心搞事业 我没事就陪你玩 你找徐志摩 太子玉家人 相处下 徐志摩和陆小曼相爱了 虽然这段爱情不被祝福 但两个人还是不为世俗反对结了婚 习惯了奢侈生活的陆小曼 只用香奈儿 LV 日常参加各种舞会拍局 一个月就要花费五六百大洋 而当时普通人一个月工资不过两块大洋 为此 徐志摩不得不打七份工 1931年 徐志摩搭乘的飞机遇难 陆小曼伤心欲绝 通此不再社交玩乐 一心为徐志摩争理一作 虽然后面和翁端舞同居 我和他只有感情 没有爱情 但陆小曼始终是爱着徐志摩 一心随心所欲 不论对错 只凭喜欢 这样的陆小曼 你们喜欢吗 记者 讨论